怎么 我是等牌费啦 刚才要走啦 可是不能边开车边用手机 驾驶打双黄灯 零行路边排队等待停车 遭到原警许多盘查 双方越讲越激烈爆发 口角针匙 你现在要移动吗 问您最后一次 三二一 不是你单纸给我吗 单纸啊奇怪啦 先生那对不起 那您拒绝移动 那这是您第二次违规 原警连续局发完手机 并排停车态度强硬 双方将尺腹下 而驾驶聚签后又将他 依妨害公务送办 事后驾驶不满 提交申诉裁定撤销 但不到一个月后 证明原警又因为对 癌症病患酒客取缔程序 不当遭告 妨害自由 分局加重机过处分 并移送侦办 潘信原警在板桥任职 大约8年 经常因为执法过激 遭到民众检举 已经高达数十次 这次督察组 结论调查调职处分还不够 更要列入优先太除名单 潘信原警今年36岁 警专31期毕业 从仅十年 执法过当行为频传 2019年就曾因为 遭民众辱骂后 压制手段过激 差点造成对方断气 事后民众怒提告 新北定员判四个月徒刑 并赔偿被害人30万元 本分局于调查后 何与记过处分 并调离限职 本分局秉持不避重 不掩饰态度调查 依法严惩 以为警御 执行批评出状况 登上新闻版面 过去案件 再加上今年两度不当开单 且拒不配合调查 潘信原警被继小过一只 调到警备队观察教育 如果含有类似为师 将有可能遭免职处分 继续文物影前程